有一哥们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做客 吃完饭之后呢 女朋友的妈妈问他 现在消费这么高 生活压力这么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小伙子一听 哎 没多少 跟要饭的差不多 女朋友的妈妈一听高兴了 一个月好几万呢 不错不错 小王在家里边洗澡 洗得来劲啊 洗蒜 slang奇輸 1 2 4 洗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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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洗完澡突然发现 哎呦 内裤没带进来 把门开点缝 妈 给我拿一条内裤 他妈说了 连续下好几天暴雨 都没干啊 他一着急 给我买一条吧 过了好半天 他妈在外头说 儿子 内裤买好了 那赶紧给我送下来呀 没发货呢 老爸最近特别喜欢看情感类节目 尤其那种调节家庭矛盾的节目 他是白看不厌 在那看着挺高兴 每天在那自己笑 在那笑 女儿看不下去了 跟他说 爸那都是假的 弄不好都是群众演员呢 你傻不傻呀 老看那个 他爸说了 你懂啥呀 他们过得好 我才不看呢 我就是看他们过得差的 哪怕是假的 我当真的看 你看他们 娶的那个媳妇 过那个叫什么日子 看看他们 我再想想自己 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你妈多好啊 就是脾气差点 今天中午 在小吃部正在吃饭 进来一个哥们大声喊道 服务员 来碗米线 加大份了 服务员走来都要说 大哥 不好意思 我这没有大份哨子的米线 你这口味可够重的啊 话音刚落 坐在我前面那个大哥 噗嘶一声 一根米线从鼻孔里穿出来了 这天小李刚下班 他妈妈兴高采烈走过来 儿啊 给你银行卡 他一脸懵逼 给我银行卡 我呀 托人给你找了个对象 今晚 在商场里见面 小李挺奇怪 妈 在商场见面了 这银行卡又是干嘛的呢 待会儿啊 那个姑娘 看中什么商品 你就给他买 给他刷 那合适吗 这刚见面 你又不是不傻 这是让他多点时间看商品 少点时间看你脸 懂吗 前两天和一群朋友去吃火锅 刚坐下来没多久 只见隔桌的那个 一家四口人状态有点反常啊 老头老太太 低着头 唯唯诺诺的 不敢下筷子 那个男的呢 在那儿也好像低头不语 只有那个女的张晓舞扰的 对那个男的说 我就不爱带你爸妈出来吃饭 真丢人 连个火锅都不会吃 一看就是农村的 我一朋友一听 火了 我一把没露住他 直接他跑在那跟前 对那个大妈大爷说 大爷大妈 你们别拒紧 吃火锅有啥了不起的 吃火锅就像咱们农村喂猪 把菜呀 什么肉啊 都倒在槽子里边 拱到啥 就算啥 昨天在地铁上 听俩人在那聊天 一个说 我给你两万 你愿意抽你老公吗 那女的说 愿意愿意呀 我一直抽下去 一直抽到我变成首富 得到可靠的情报 10点40分 毒贩将在附近的一个废弃的厂房进行交易 交易地点 经验丰富的李警官早已埋伏多时 他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 举起枪 眼都不眨一下 睡得十分香甜 我有一哥们平时对老外特别不感冒 甚至呢 有点防感的这种地步 可是呢 没想到 前两天呢 跟一个老外女的结婚了 我挺奇怪 我就问他 你平时不喜欢老外 怎么娶个老外做媳妇呢 这哥们喝酒之后呢 跟我酒后吐神言 新西兰是世界最优质的奶源地 被孩子母喝出去了 晚上有一警察正在巡逻 骑士行车 擦身巡逻 突然看到远处有几个小伙子疯狂的奔跑 那啥肯定有事 远远过去 站住 没想到这几个小伙子听到喊站住 不仅不停反而加速 他一看情况紧急 赶紧 呼叫呼叫呼叫 调来了很多警察 终于围住了这帮小伙子 他大喝荡 干什么呢 为什么我喊站住你们不停 你就做了什么事 只见其中一个小伙气喘吁吁的说 警察叔叔 再过五分钟宿舍就锁门了